大家好, 今天就是曼迷早晨和足球头条两方面的合作直播 原本这个直播想在足球头条那边做 但我发现足球头条那边暂时不能用手机做直播 因为订阅人数未够 希望各位朋友有机会订阅足球头条的YouTube频道 所以今集再说一次 是足球头条和万迷早晨两个YouTube频道联合的一个题目 看到有些朋友进来了 进来的朋友麻烦你们可不可以说声给大巴听 究竟声音画面是否可以的 今天所说的题目就是足球转会里面 疯狂的转会费的高峰是否已经会过 多谢Roy 多谢Vivian 希望你发声给我听 声音是否清晰 OK 这个题目就是因为近期都见到一些球会 在这个转会方面尤其是这个转会窗 跟早一两年转会的情况是很不同 所以想拿出来做一个专题报导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首先说一些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早两三年 足球转会转会费可以说是有少少疯狂的状态 一开始当然由利马 由巴翠隆拿转去PSG的时候 当时已经有两亿欧罗的转会费 正所谓领导风潮 然后另外一些更加非常出众的转会费 包括同一个转会枪 丹比利 由多蒙特转到巴翠隆拿 也是过亿的转会费 过亿欧罗不是过亿港元 然后到冬季转会枪 利物浦的古天奴也是过亿的转会费 然后下季转会枪 摩洛哥的神奇小子麦巴比 也是以过亿的转会费 转了摩洛哥转去PSG 刚才所谓的转会全部都是过亿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基本上 买球员的转会 都可以用快、狠、准去形容 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那几单转会费 都是过亿的欧罗或者英镑 但当时来说那些球会好像没什么所谓 转会费好像有点像炒楼或者炒股票的情况 我就不怕我出过转会费高 因为当时的球会 都是在看球员的价值只会有升无跌 所以我就算出得高价不要紧 因为过多一两年之后 球员的身价可能又再高 我甚至乎 可以在当中获利 所以当时来说由于各个球会 都是看过转会费是会升 所以令到他们 不是很介意 我比较高一点 不要紧要的 因为迟些赚到回来的心态 所以那段时间 转会费的确是有点疯狂地过了火位 好了 去到现在这一刻 去到现在这一刻 就是说 这个转会费就看到比较有趣的情况 而看到这个情况也开始有逆转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件事就是说 几单转会 说真的 这个转会费有几单大的转会 都很大机会过亿 包括已经完成了 夏萨特由车路士转到皇家马德里 这件事就完成了 但这件交易 大家不要忘记 都说了很多年 其实也是 很老实说 无论是夏萨特 车路士或者皇家马德里 都是很有默契的 这件事 所以也是正正式式 这件事在暂时这一刻 在转会费唯一一单过亿的转会 成交了 另外有几单都仍然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交叉的状态 其中就包括 基士文 这位马体会的前锋基士文 他去年就因为有情有意地 就没有离开马体会 但今年呢 真正所谓都 真的留不住了 他一完整了球季 就已经自己说了 我们就会转会去这个 他会离开马得里体育会 就没有说去哪里 但结果搞到现在 球季完整了五月多 搞到现在已经是七月头 都未知他会去哪里 也都出现了很多新闻 包括两个球会 就是说他出售基士文的球会 马得里体育会 或者盛传会接收基士文的球会 巴翠隆拿 也都有一些拗叫 老实说 无论怎样也好 因为他买转条款 我们昨天也有说过 是过亿的一定 所以巴翠隆拿 也是提出分期付款 我们昨天看到的新闻报道 消息的报道 不是说很爽的 已经是慢慢说到 要分期付款 也都导致今天看到的新闻 就是说基士文 有少少霸粗的状态 其实马体育会已经开始了操练 但是他就没有回报道 也都是说 在无论是球员 和两个球会的关系都比较紧张 这是第一单 搞到现在都搞了很久 都没有任何成事的情况 好像有些混乱 这是第一单 第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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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心里面的第三单 就是普巴 第二单 就是 又是尼玛 当然 怎可以不说尼玛 尼玛 就是想回巴塞隆拿 想外回家 所以又是巴塞隆拿 又是巴塞隆拿 究竟他们会不会给一个很高昂的转会费 买回尼玛去巴塞隆拿 而PSC又肯不肯放呢 这个也是一个 说了很久 而今早我刚开播之前 也看到有个报道 尼玛又是有少少霸粗的状态 即是说 其实PSC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操练 尼玛就没有去操练 根据PSC那边 就说尼玛 基本上就是没有听指示 没有回来服操 但是尼玛的爸爸就说 其实他们拿了这个批准 因为他们 有一个一年前 已经安排了的慈善活动 所以尼玛就未能够跟到大队 开招 正所谓 又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无论又是那句 尼玛 或者PSC 和巴塞隆拿的关系 又是比较紧张一些 而且这件事 又是说就说很多 究竟是否真的 很容易会成交到 又是一个未知数 好了 还有一件第三件 当然就是关于普巴士 尤其是万米早晨的朋友 一定会很担心 对不起 未必是担心 或者很关注这件事 普巴是更加厉害的 由于他的经理人 特别出色 Mina Raiola 令到他从两个球会 都有联系 包括可能想去皇马 也可能是 另一次爱回家 去祖云达斯 这个所谓的疑似转会 又是一个非常斟酌的状态 比起上两宗更加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是有三角的关系 包括曼联 王家马得利 祖云达斯 这三间球会 再加上普巴及其经理人 Raiola 四角关系 因为普通的转会 可能是三角关系 这一单是四角关系 亦有很多不同的传闻 这一宗转会 究竟成不成功 也不知道 但是和上两宗转会 有个分别的就是 因为 无论基士文或者尼玛 都没有跟到 原有球队开操 但是普巴是有 跟到 曼联开操 虽然他请了一星期假 在纽约 但是后来 随即在纽约 回到英国 之后 继续跟着大队 由英国 这一刻 已经乘搭到澳洲 所以普巴 你说他怎么也好 但起码他有回到 原有球会 跟随操练 基士文和尼玛 就没有了 很简单 就是说 这三单的转会 都肯定是一个 非常大的收购 当然 有几分真 有几分解 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因为大家都会看到 很多不同的足球传闻 但是 你看到的状态就是 这几宗转会 都是搞了很久 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 共通点就是什么呢 收购的球会 包括在普巴的情况 就是祖云达斯 和 皇家马得里 而基士文和尼玛 都是巴翠隆拿 收购的球会 的情况下 都是说 究竟我们要想想 怎么办 转会费 又或者像巴塞那样 可不可以分其付款 以及 旺马和祖云达斯 也都是 不停地 其实连巴塞也是 可不可以用球员加上去交换 即是球员加钱 去卖到他们心头想买的球员 你看到 比起我一开始所说 早几年 早两三年 那几宗转会 分别就相当之大 因为当时来说 钱而已 没问题 多少都给得起 钱就去交易 当时如果没有记错 就不是太多 我不敢说没有 但不是太多 可不可以加钱 加球员去交换 这样的 OK 所以来说 这个情况 就是有少少不同 比起现在 我们现在说的这一宗转会 就是说 这几宗转会 很多时候 几宗都有共通点 就是说 找球员加钱 去买球员回来的 另外 这几宗也是过亿的 但还有一两宗 未必是过亿的 但应该是相当贵的价钱 包括 这个叫做 迪烈志 这位非常出色的 年轻中坚球员 他的转会 也搞了很久 甚至乎 他那个关系更加是多角度 因为无论是PSG 王马 王马少一些 巴塞 是PSG 巴塞 祖云达斯 或者曼联 都有被传闻 所以 亦搞了很久 最重要是什么 都是没有一间球会很突出地 出一个很高的价钱 拿到他的合约 所以基于我以上见到 或者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转会的情况 当然在今个球季的转会情况 都暂时是基于一些存密 究竟是否真的会成呢 都未知 但基于我们现在见到这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见到 在比起两三年前 球会 在买球员方面 一宅千金 无论转会费是多高 都不怕 我都是最紧 要买到心头 想要的球员就可以了 转会费不是一个问题 而这个逆转会费的情况 基本上 都是有少少逆转的情况 而这个逆转 在一个买卖的情况下 可以见到的情况 就是说 两三年前 各个球会 都觉得 买球员不要紧 只会有买贵 就没有买错 买贵了不要紧 因为球员的价值 继续会上升 怎样都不会吃虧 好了 但相反 现在来说 所有的大球会 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几间球会 都开始有少少拿着荷包 即是说 他们都觉得 前景未必那么明朗 球员的价值 未必是继续向上升 所以 他们现在经常用 转会费 第一要慢慢谈 第二 可不可以用球员 可不可以用球员去交换 从而减低了转会费 你见到 这个逆转 的而且确 应该是正在发生 在我们看到的情况下 所以 我做这个直播 最想提出这一点 和大家讨论一下 或者看看大家 会有什么其他看法 我见到有现场观众 Van说 迪列治也回到球会操练 明白了 即是说 迪列治和普巴里 这两个球员 起码都回到球会操练 但尼买和基士文 暂时还未归队 究竟他们会不会转会 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另外 刚才那些就是直接 球会的转会那方面 的而且确是见到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即是在各位收购 买方的球会 的态度上已经有一个转变 另外 还有两样助证 我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助证就是说 无论是欧洲足协或国际足协 在这个FFP 即是财政公平条例那方面 都相对来说 是在做很多事情 包括 曼城 已经在做 上数 PSG 也在做 AC米兰 已经中了 因为这样 不能踢欧洲赛量 不知一年 好像是一年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就是为何令到大球会 或者 为何令到大家的想法 就是说 球员的身价 是否去到一个顶点 已经未必是再创 未必可以再创高峰 是一样东西 因为什么 这个财政公平条例 如果无论是国际足协 或者欧洲足协 都是做得足的话 其实很多球会 都会有一些问题 要解决 这是第一个佐证 而第二个佐证 就是 就是 之前 意大利足总 和欧洲足协 都曾经对 刚才我所说的 普巴或者很多 足球员的经理人 Vina Raola 发出禁令 因为他在转会操作上 有些问题 虽然 说到最后 Vina Raola 是上数得席了 两个裁决 不 应该这么说 意大利足协的人 已经推翻了上数得席 但是欧洲足协的人 应该去了 体育仲裁法庭 CAS 审计 不过 由于他原本的基础 判决已经推翻了 相信 亦会打得掉 但是 这个动作 既然做得出 除了各个足协 包括欧洲足协 和国际足协 除了用财政公平条例 去 希望可以 按下 或者令到 球员的转会费 不要太疯狂 之余 也希望 从大球会方面着手 也希望 在足球经理人 那方面着手 就是说 大家不要做些 踩界的事情 或者大家不要做一些 过分 利用了一些 可能是一些 loophole 的情况之下 去做一些运作 令到球员的身价 飙升得过分 脱节 脱离了现实社会 这两个座证 包括 公平财政条例的执行 以及 对足球经理人的 一些 动作 这两件事 都可能是一个座证 令到 不仅止大球会 甚至乎一些足协 都希望可以令到 这件事 比较上去到 更加贴乎现实的水平 OK 基本上 我今天所说的 就是大致上 就是这么多了 由于我原本 这个直播 是想在足球头条那边做的 不过 发觉原来足球头条 由于不够订阅 订阅的朋友不够 所以不能够做一个直播 希望稍后 到足球头条那边 足够的订阅的时候 可以在那边做直播 但不要紧 现在我就借用了这个 不过这个直播 本身也是想在万迷早上做的 所以 这个直播就是两边的合作 包括万迷早神 和足球头条 这两个YouTube频道 直播完之后 可以让我做完之后 我会做回一个 在足球头条那边 直播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拜拜 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拜拜